台八暴如女神秘密结婚 轻霸立遗嘱后失踪 妇女情断不给一毛钱 夏宇和演活八点党恶女 而后又在实习医师斗阁中演出女医师 被封最美女一暴红 近日夏宇和在三绿八点党一家团员强势回归 没想到一登场就公开汉依正饰演蔡慕玲的恋情 交往三个月的两人也直接光速登记结婚 这也让父亲由艾顺崩溃 由艾顺爆气竟然直接立下遗嘱 把财产分配给两位女儿 并把夏宇和赶出家门 剧中由艾顺为了阻挡夏宇和汉依正这段爱恋 一开始由艾顺先跟着夏宇和去上班 后来又藏着身份证 没想到最后还是不能阻挡两人去登记 亦得知两人已经结婚 由艾顺爆气 也气老婆暗中帮忙女儿结婚 最新剧情中由艾顺气到立下遗嘱 遗嘱表示不动产要给大女儿黄轩 现今则留给三女儿张玉杰 选择把小女儿夏宇和赶出家门 被赶出家门的夏宇和包母亲抱不平 回家后竟发现自己的行李全被打包丢出 看到该情景下雨和空了出来 无法理解为何父亲不尊重自己的选择 一家子为了这桩婚事分崩离析 感谢您收看Mount 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您的观看